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村里面越来越漂亮了 每次我们也很感激 我们在这里生活很高兴 我种了棉花一会儿 我就换了第三个皮卡车 我把你们带到我的棉花地 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倒好 这个棉花一木地可以达到四百多公斤 我的五百多木地 今天这个价格的话 我可以换个一百多万 就不成问题 我们这个地里才已经就是打了陶雅街 陶雅街打了一会儿就效果很好 现在叶子全部掉了 马上就我们就开始塞棉花了 我们以前总的就是全是人工 现在我们保重 保重大月 塞棉花 全境就是鸡血花 现在去鸡血花 现在去鸡血花 都用点鸡血 老气大地 今天就是我们跟到这个称老板的 一会儿看他的地 看他这个棉花嘛 长出来嘛 太好了 他这个产量可能达到五百多公斤一下 明年我也 明年我也 颜到这个 陶老板的 毛巾 走 孩子中他的这个品种 这些东西都没有 做到的 这些东西 几十年靠到 救棉花的时候 我给大儿子买了一套路房 还有给我大女儿 买了一个新车 今年年底 我给我小儿子也买一辆车 救棉花 让我们一家人 高尚了好日子 我想明年春日里面 开成一个品情宴 想多多地挣钱